接下来是一则有关老挝飞机坠毁的消息 那么一架再有20人的老挝军用飞机在老挝北部坠毁 美国之音老挝余祖报道说 飞机上的政府高层官员在空难中丧生 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和老挝首都万象的市长以及公安部长 那么初步报道表示呢 这是一架俄罗斯制造的M74TK300型军机 那么星期六早晨是在川矿省的北部坠毁 机上大约有20人 机上人员本来是计划参加老挝人民军 从前王国政府军解放出来的纪念仪式